什麼呢?像這個飛,它即使很清楚 龜山遊覽,招難者之招船飛 你記得說,其實我們現在很普遍的那個什麼龜山島遊行旅行 在日記時代就有了 日本人就有在開場說龜山島遊覽 所以有一次剛好龜島船竟然搬了 所以他們做了這個紀念 然後搬了這些人的名字,大家留下來 所以這個漁港船早期還有一個功能,是觀光漁港 但是其實那時候可以搭船出去玩的,就是霍亞蘭 那我後來有跟一些宜蘭的朋友來這邊 他們說有的是他們的祖先 那些人其實他們現在都是宜蘭的一個朋友 所以他們當初這些人其實是宜蘭的一個朋友 所以這些人如果沒有死,宜蘭的歷史很重要 因為他們都在這裏很大有 其中有一個好像是 現在那個 雨港昭得很久,只是後來有在擴建,民國時代有在擴建,本來就已經有一個警察, 尤其是他們在沙屿河的跨幅 那是那時候很擴建 本來的沙屿河沒那麼大 那可能為了容納他們又在擴建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時間不夠 我們如果走下去再往右走 會走到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港區 其實是第二漁港 第一漁港是 第一漁港很小 然後後來又第二漁港 第二漁港其實又再擴建 其實它是 很多過程 好那我們就現在 走下去看它的 漁獲拍賣中心 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要看一下 我們這個